众生无必是愿多 烦恼无数是愿短 发门无尽是愿穴 佛道无上是愿尘 我们通常在扩松本里的念点 第二跟第三烦恼发门 无数无尽是烦恼无尽是愿短 发门无量是愿许 意思都一样的 这个地方用的文字不相同 习惯上烦恼无尽 发门无量 都发这个愿 如果是真心发这个愿 力量大了 为什么呢 很容易 把你引到震头 那你会真真精进 不会写代 四红是愿 最重要就是第一 众生无边是愿多 啊 看到 无量 无边众生 都在六道轮回 受苦 早夜 啊 早夜 收报 收报的时候 不知道醒过来 继续 早夜 再六道的时间 长啊 长期轮回 出不来 出不来 真出不来 遇到佛法 也出不来 我们看到 遇到佛法人 多 四红是愿 大家都念了 多发了 甚至天天都发 有没有用 不管用 没有做到 啊 第一愿 脱开 星亮 暴容 万有啊 这一愿 才起作用 啊 小心亮 不能起作用 啊 真正想到 我要众生苦 我要帮助大家 历苦的路 这是修复 第一个 目的 为什么要修复 为这个 为度众生 先度自己 自己没有度 怎么能度别人 啊 那么先度自己 头一个要断烦恼 断烦恼 成就德行 德行在先啊 智慧在后啊 万德万能 万德是德行 先陈就德行 啊 烦恼断尽了 德行 圆满 健四 烦恼断了 正阿罗 很苦 无名 烦恼断了 正 发生 无事无名 习气 断干净 圆满 臣服 这是大德 这是大德了 啊 学法门 是成就指挥 烦恼断尽 烦恼断尽 自信 薄弱 智慧 先前来 啊 最后 佛道无上 是远程 为什么要成佛 成佛 度身 才能够 圆满 你要不成佛 法身 菩萨 度不了啊 你不如他了 你怎么度他 一定要成佛 才能度尽 一切众生 啊 连等着菩萨 都要度他